大家好,我是老胡 提起农村就说到了农民 提起农民就想到了农民养老 老胡想问问那些对农民有成见的某些人 三农人士在讲农民问题的时候 为什么不太提农民收入问题 也很少提农民没房居住问题 为什么始终在提农民种地和农民养老这两个方面的事情 老胡在这里说那是因为提的少或者不提的地方 基本上不存在大问题 小问题农民自己会通过努力逐步改善 但是像种地不赚钱和农民养老这样的大问题 并不是农民努力可以解决的 这需要全社会的关注 需要国家的关切和政府的作为才能解决 如果把农民问题按照大小排个队的话 农民养老就是排在第一位的 第二位的就是农民种地的事 第三位的问题就是农民必须要背井离乡才能打工赚钱 后果就是农村造成了空修村 留守儿童和顾管老人 我们从活法上与城市对比一下 大家看看 第一位农民养老无论某些人说一千到一万 它的的确确存在 不解决不仅是农民大问题 也是社会大问题 以及国家经济发展的大问题 再看城市市民 养老普遍被政府纳入了保障体系之内 有单位的职工一组可以拿着绝对安全的退休金安享晚年 最近国家又一次提高了退休养老金 主要对象还是城镇职工退休人员 而那些口口声声说 城市也有许多没有单位的 非职工人群的灵活就业人员也很庞大 他们的养老主要还是靠自己解决 途径就是个人缴纳社保得来的养老金 老普想提醒之前 无论你是城镇职工还是灵活就业人员 无论是单位解决的养老 还是个人缴纳社保解决的 你们都有一个最佳的搞收入环境 不要忘了 你们都在城市里面生活 城市里面工作 城市里面养老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即使你是灵活就业人员 社保靠自己缴纳 但你也得缴纳足够多的钱 才能解决足够的养老金 那么这么多的社保费从哪里来的 有人说当然是靠自己劳动赚来的 老胡想问一下 如果把你放在农村 你劳动赚一个试试看 看看你通过劳动 还有多少能力缴纳足够多的社保费 来解决未来的养老问题 我说这话不知道有些人能不能听明白 先说城镇职工 老胡想问 在同一座城市里面 城镇职工是不是在同城上班 打工拿工资赚钱 有几个人是居住在A城市 上班在B城市的 也就是说有几个人的赚钱方式 需要离开家庭离开家人 像农民那样背井离乡才能 接下来再说那些灵活就业的人 同样的话 几乎都是在居住地就把就业灵活搞定了 同时最重要的是 他们都处在一个各种资源都集中的城市里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最大的优势环境 才能解决就业解决收入问题 否则请你到农村去灵活一下 看看这个就业和收入到底是能力问题还是环境问题 而农民的处境与你们比较起来就非常艰难了 留在农村不赚钱 建成赚钱就得背井离乡 家人分离 在这两者不能间隔的今天 你们却非常轻易的就做到了 不是因为你们有多大的能力 而是因为你们上辈子有个好运 投胎转世就生在了城市 仅此而已 有人说农民有地就是资源 市民没有地 老胡还是那句话 种地如果赚钱 农民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 如果你们想要这个土地资源 完全可以到农村来和农民换一下 我想大多数农民还是非常愿意的 不知道你们愿意吗 我们再从同流人同时代都分别是什么处境 来说一下养老这个问题 4050后的农民在种地给国家交工粮 出医务工的时候 请问城市里同样是4050后的人 给国家交了什么 有人说当知青下乡劳动做贡献了 老胡想问问某些人 请之前拍着自己的心窝子说实话 当年你们做知青下乡劳动的时候 是否心甘情愿的接受再教育 还是为了自己捞取 重新进程提干的资本 当然 无论你们思想上主观上怎么想 客观上确实也是做了贡献 那就更不应该忘记农民当年的劳动贡献 农村的宽容接纳政策 和农业救国的历史 接着我们看60后 60后的人 今天有一部分人也进入了养老行列 60后的人进入工作年龄的时候 正是国家80年代改革开放的年代 城市人呢 正是从大型国企过渡到私人小企 思想观念和工作状态发生变化的时候 但活动范围还是在城市里 优势资源也都集中在城市 而同为60后的农民呢 正是从过去的生产队 大锅饭 人民公社 过渡到包产到户 面朝黄土 背朝天 整日忙碌于耕作农田的年代 因为那个年代 农田劳作还没有今天的机械化程度 几乎所有的地底活都是靠人工劳作 比如耕地 是用铁铅一铅一铅翻出来的 爬地是一爬一爬整理出来的 播种是一个窝一个窝下种的 等庄稼长到筷子高的时候 又是除草又是松土 那是一除土一除土跑出来的 再到收割 麦子是用镰倒一把一把割下来的 一架子车一架子车装好绑好 拉回去晾晒的 摊肠翻肠打肠碾肠和收肠 如果这里有七零后的农村人 一定听得懂老胡说的这些话 一句话 那个时候家里没有几个劳动力 没有年轻力壮的人 种庄稼是快难重重的 除和日当午 汗地和下土 请某些自以为是的城市人 好好评评这句诗词 老胡为什么要把这些说得那么详细 就是想请某些人明白 同时期的人 城市里正在搞各种下海 搞赚钱门路 农民却正在吃那种出满力不赚钱的苦 只是为了能够吃饱饭 接着看七零后的人 城市里的七零后 到了成人工作时候 已经早早进入 并接触着90年代的改革红利期果时 而农村的七零后 还处在一个只有考大学才能走出农村 进入城市的独木桥时代 一个是一生下来就在城市 一个是举全家之力供给一个大学生 才能摆脱农民身份进入城市 平凡的世界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部书 或者是电影 其中主人王孙少平对自己农民身份 和人生命运的那种挣扎和抗争 与生在城市长在城市 天然而成的恋人钱小霞 形成了一对鲜明的对比 这就能反映同一个时代的人 城市人与农村人两种 截然不同的人生命运 用钱小霞城市人的身份 可以轻松的说 想看书就去图书馆借呀 可作为孙少平来说 想看到一本书 却要比登天还难 这就是差别 而今天有些人可以用同样的话说 想要养老就交社保呀 我们也没单位 我们也是灵活就业人员 我们也是自己交的 请问 你们身处资源优势的城市 和身处资源匮乏的农村 这本身就不对等 能用同等的条件去设置吗 正是因为城乡有差距 有大不同 所以国家才搞城乡一体化 搞城乡融合 目标就是消除这样的二元体社会结果 实现一体化社会 但是这只是一个 尚未实现还在努力中的过程 所以农民在农村 存在养老问题 就得从现实处罚 从当前有问题的地方入属 解决问题 这才是一个脑路正常 心态正常 思想正常的人